廉價國旅拼住房率 比方說新開幕的日月潭高檔 溫泉飯店訂房率來到九成 不過其他業者就說了很多人 因為趁著廉價要出國玩 所以自家飯店訂房率 大概落在七成上下 氣派時尚房型 從窗外還能遠眺日月潭 湖光山色 位於日月潭邊的高檔溫泉飯店 一碗萬元起跳 靠美景跟華麗格局搶攻國旅客群 中秋連假幾乎滿房 而近期啟用的日月潭超美水上單車道 也吸引遊客到訪南投 衝高周邊飯店住房熱度 但部分旅宿業者表示 有不少旅客放棄國旅 選擇廉價非出國 自家飯店中秋住房率 約落在七成左右 可能請個兩天假就可以出國去旅遊 所以對國內旅遊來講 其實目前都還是可以預定的 目前住房率大概是在七成到八成左右 還有南投的樂園 則推出中秋受薪優惠 祭出折扣搶客 九月份出生的話 我們就優惠七百塊 如果是當天是生日的話 我們就優惠五百塊 我們一估這三天 應該可以達到近萬的這個遊客人數 揮別日前颱風重創陰霾 南投觀光旅宿業者 靠美景跟優惠加持搶攻中秋廉價客群 這位少宇南投報導 報導 我們下一個日期 到這篷地 我們下一個月 到這道道 有